第三个问题 如果有人修炼宝贫气 直到通中脉 并且能够睛眼闭眼看到光 那临终如果自己忘记得念佛持咒 是我还能够看到中脉的光 并且跟着光直达头顶往生活活 你中脉只要通了 就沾染有光 有一本书叫做光明轰迈 光明轰迈 中脉只要通了就一定有光 那个跟那个连华生大师的 那个化红大华是有关的 每一个毛细孔都有光 每一个毛细孔都有光 你只要你全身的经脉都通了 毛细孔都会有光 先通中脉 再通五轮 五轮 五轮其中有一个轮通了 你就会产生神通 五个轮全通了 那不得了了 按照那个我们讲的那个 上回有讲过一本经 道果 道果 五轮通了 开一个轮等于是两个地 菩萨两个地 五个轮通了就是十地菩萨 五个轮全部打开就是十地菩萨 加上那顶轮就十二地 加上那顶峭那个就是第十二地 加上那个弱吉就是十三地半 那就是真正的佛了 所化红大法里面 你中脉通了 你顶当然也 这个开顶了 已经开顶了 我跟大家讲 我师尊开顶 那中间有一个洞 很多人都看过师尊的洞 你们等一下要看师尊的这个 那个顶上这个洞 一次五块钱 看一次五块钱 现在现实一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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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